暑假到來 學生除了規劃去哪裡玩之外 更有不少學生希望能打工賺錢 主要是本來家裡有經濟來源 但是經濟來源 他現在生病了 只能靠我 因為我想要賺錢 然後分擔家庭的負擔 再來就是說 有東西就是想買 存到一個錢後 想買我自己的祖福 看見學生為了幫助家裡 尋找打工機會 基隆社的八斗高中原專班 從去年就開始規劃 帶學生到原鄉 以營隊的方式進行務農的工作 除了讓學生賺取公讀境外 也能與原鄉連結 我覺得不錯 因為就是說 學校有去問價錢 然後有幫我們監督 工作比較保險 這個營隊其實我們就是 讓學生踩志願式的 那有些學生 他暑假想要規劃 做別的工作 那我們也都歡迎 就是學生去找工作 學校這邊也會追蹤 除了高中生 及早開始為生活打算外 根據求職網站調查 他也發現有高達 約95%的大學生 計畫暑期打工 創下了2012年以來的新高 而其中有64.2%的學生 已經開始應徵 顯示學生暑假打工 已越來越普遍 而勞動發展書也提醒學生 打工除了能及早體驗 工作環境 也要確保自身安危及權益 與願新聞總大事物 六集龍市採訪報導 教育 有希望 在基金之下